大家好,看了一下周六在凯道 关于声讨贾博士这个事情 由张亚忠老师和彭文正老师他们发起的 那我看了一下视频 人数最多的时候大约能达到四千到五千人 这已经很不错了,已经非常好了 尽管天气不怎么样,天气是不太好的 但是呢,大家还是去了 而且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老百姓 他们是怎么表达他们的诉求的 以及在上台的这些人的讲话当中 有几个特点我看了一下 有一个贺德芬老师说的一句话 他说蔡贾博士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贾博士 是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一千百分之一万百分之一亿 他就是一个贾博士 这句话非常肯定 我觉得非常认同这句话 谢谢大家对于真相的追求 跟对我们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支持 我不是不来主持人 因为我一直认为 我今天这里特别要澄清 我认为真相早已经大白 对 然后我在九月九号开过一个最终的审判会 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国人的面前 被指控的做假的 走投也好 政大也好 没有人敢回一句话 他只有接受 所以各位是认为 这个真相还需要去追求吗 不用 是不是 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而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千 百分之万 百分之一的确实 对 所以我们下一步 我不希望说是 我们还去追求 英国方面 伦敦大学又搞了什么鬼 司法隆又搞了什么鬼 因为我们当初很清楚的城市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 当还有人1450 要跟你质疑的时候 你记住三件事 蔡英文他不是假的 没有论文 他根本就完全是没有 没有论文 没有总统 完全没有 他不是做假 他连假的都拿不出来 假的都不像个样 他完全没有论文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人看过 他的证书 然后我在9月9号 所展示给大家看的 他连所有我们在学院里面的人 该经历的严格的审核程序 他一关也没有走 当时他变称说 当时的教育部 是国民党的 不是民进党的 当时的政大不是参与文开的 可偏偏 这两个地方都替他做尽了手段 我们都要很辛苦的 一审二审三审 从戏到院到校 经过一段的审查 然后我们都要有正本的论文 正本的证书 我们都要有非常真实的论文 他的的确确就是一个 三无的骗子 我连傅教授都不愿意再称呼他 因为那是骗来的 不要再称他什么贾博士 完全没有过 所以当如果人还问他 我还觉得他打个问号了 很多疑点吗 伦敦政经大学没有说他 没有 其实侧面的证据已经显示没有 可是中间有很多的蹊跷 那今天在这样的情况下 明明是完全虚无 完完全全是用手段 骗术的骗来 不只骗了教职 骗了我们的薪水 甚至还骗到了总统 这是不是窃国 是 而且 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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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窃国也就罢了 如果他治理的很好 我们也就好认 可是大家今天看看 今天的状况 几乎是倒行立施 对 每一天都让我们痛苦的 为民主在掉眼泪 对 所有的假借公投 展用国家的公权力来压骗 欺骗老百姓 然后他的地方自治 他要收回所有的权力 他的独大 已经是前无古人 我相信民主政治还能继续走下的话 也后无来者 已经是荒腔走板道 难以相信民主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台湾还要生存下去 所以我认为 我们追求真相的阶段 早已经完成 现在我们要究责 到底谁该就这件事情来负责 来救台湾 那究责 我相信当然要从 1983年 84年 国民党执政底下 怎么会去 不是民进党的教育部 不是蔡英文家开的政大 能做出这样子违法犯纪的事情 来袒负这样一个 他当时说是一个小女子 我看那个势力是非常的可怕的 不只是巨大的 为什么党国可以一致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 我要秉出党派的所有的要求 第一个国民党 你必须要深刻的反省 你必须要认错 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也要深刻的反省 对不对 对 中国国民党一定要重申 必须从这件事做起 表示他还有道德良心 是 他还能够重新的 获得人民的支持 再有呢就是张静律师啊 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非常有水平 我听了两遍 我觉得非常好 这篇文章完全能够描述现在蔡家博士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写出这么高水平的文章呢 不是一般人能够写得出来的 非常好 唐代初唐四节里面有一位才子叫做洛宾王 洛宾王呢为了声讨武则天 写了一篇 陶武造席 也许你们知道读文学的 读历史的 这个洛宾王写了一篇 为徐敬业 陶武造席 我今天在此 要效法洛宾王 我写了一个一篇 因为这一篇非常的 我认为非常的正式重要 所以我必须要来看打 不需要有任何一个措置 为万千台湾人民 声讨蔡英文书 敬起到位的蔡英文 信实为诈 出身摇门 靠私人关系 谋教职 平虚假协位 得申签 借1450图分化 召817万 获连任 加上 清静奸协 残害中良 控制媒体 燃止五月 制造对立 以一己之意 为党义 再以党义 消灭民意 真是 人神动分 天地不容 他还包藏 货心 意图借修宪 永久执政 其专制独裁 乌乎 桃百川之位宪 正南荣之以王 赶台湾民主 法治之将近 判我国 自由 人权之 巨事 我这边解释一下 正南荣在民进党 是对于言论自由 他去粉身 自杀的一位 桃百川是我们 中国历史上 应该讲 在台湾的几十年的 监察院里面 最有正义感的 一位监察委员 可惜 他早就已经过世了 所以我这边才会写 桃百川之位宪 正南荣之以王 赶台湾民主法治之将近 判我国自由 人权之巨事 我们今天 在蔡英文的统政之下 我们的言论自由 几乎都被折杀掉了 苏伟说医师 就被插水表 马上就要面临 检方征讯的情况 那彭文正被通缉 更是如此 今日台湾 全面执政 换来的却是 民选皇帝 行政专段 立法为诺 司法应声 蔡英文 飞旦成 陆海空网 四军统帅 还一手将 台湾公务体系 倒入 无耻的地步 为四代夫之无耻 四位国耻 官租 苏贞昌 陈吉 喜忠立 柯建民 陈时忠 李静勇者流 基庙堂之高位 品德修养 却胜为低下 更是反对民意 如水火 一个国家的国君 无品无德 上梁不振 下梁歪 国家将为 今天 我借着是 任文门 彭文正的律师身份 不采浅漏 不自量力 登高一呼 一起台湾人民 一起声讨蔡英文 愿台湾人民 为台湾的国运 共尽一份心力 请看未来台湾 竟是谁家天下 为万千台湾人民儿 我们今天一起来 声讨蔡英文 他把国家 他把我们人民 割裂成什么样子 把我们的国家 弄成什么样子 这是我今天 一定要站出来 不只是为彭文正 为了在场 全在台湾各个角落的 所有人民 我们要为司法公益 为大家所受的冤期 说真的 这一两年来 我经常因为在街头 或者在路上行走 就有人说 张律师 你来帮我看看 我的情况 台湾人民 充满了冤情 我曾经问过 苏伟硕 李医师 他不是学法的 我问他说 你觉得 台湾的冤错 假案有多少 他说 百分之五十 我们将来真的要请 百万冤民要站出来 百万冤民要自己救 让我们有一个真正可以 维护人民权益的政府 大家说 好 谢谢大家 另外 每一位上台讲话的人 都非常好 张亚中先生呢 在前面讲的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这个社会 如果没有诚信了 一切都不要谈了 现在在台湾 就是一个诚信问题 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没诚信了 那整个这个社会 就完蛋了 当然有一个现象 我们之前说了 所谓国民党的那些大咖 民众党的大咖 所有的政治人物 一个都没来 也就是说 这些政治人物 哎呦 还是给吓破胆了 吓得要死啊 所有的在台湾的 所谓的主流媒体 到现在我看 一个都没报 就是网络在搜 但是在我第一时间 看完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台湾有罢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 也许有啊 也许有 好 我下面呢 我就是帮助转发一下吧 这些视频都不是我们的版权 但是我还是愿意把这些 大家现场的现场的这些讲话 以及现场的一些录像呢 原封转发 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在台湾有一个假博士 这个假博士 百分之百的造假骗人 817骗人 博士学历骗人 一直都是骗 到今后台湾面临的就是一个骗 整个这个台湾的社会诚信 就是被这个骗子给毁掉了 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在台湾 现在彭文正老师 不孤单 已经有很多的人在加入这个队伍了 比过去已经好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是一个好现象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错 虽然他们不报 那我们尽可能的透过网络呢 让更多的 全世界的更多的人知道 在台湾有过这么一个 小的一个开始 这个开始就是 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声讨 贾博士的队伍当中 希望这个队伍呢 能够逐渐的壮大 让更多台湾人知道 蔡贾博士是个骗子 好 下面我们看一看 来自台湾的一些视频 还是台湾人 像是感 我個人是認為他沒有論文 如果有論文的話 就直接拿出來就可以了 何必去告人 所以這個博士是假的 我們一定要讓他下台 今天在台北這個地方有這個聚會 我是在南部 我覺得平時那麼關心 我利用這個機會 來看看大家的熱情在哪裡 彼此互相打氣 希望把這個假論文 把他抓下來 把他抓下來 因為這個 對整個國家來講 這種公寓的事情 一點也不能夠模糊 一定要扎扎實實 這個國家才有希望 我不想台灣沒有真理 我們以後怎麼教小孩子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今天走出來了 中華民國 是應該是一個真善美的國家 對不對 對 台灣應該是一個真善美的社會 對不對 對 一個社會 跟一個人一樣 如果 如果 不是真的 是假的 一個人 美的社會 美的社會 沒有真論文 就是假總統 對不對 對 沒有真論文 就是假總統 對不對 對 各位 我非常 我們非常的感謝 現在 正在被通襲的 彭文正教授 以及 他的團隊朋友們 辛辛苦苦 已經 為我們找真相 找了兩年多了 可是 蔡英文面對他的態度 卻是 堅決不公佈 論文的真相 而且 還用通緝犯的名義 讓他滋留於海外 不能夠回到台灣來 各位 我們先用我們的熱烈的掌聲 感謝彭文正教授 和他的團隊 好不好 好 好 跟我說一聲 我說彭文正教授 你們就說 謝謝你 好不好 好 彭文正教授 謝謝你 彭文正教授 謝謝你 彭文正教授 謝謝你 謝謝你 各位 還有在網路上的朋友 你們終於站出來了 我 以往 以往 是彭文正先生 跟他的團隊 在法庭 在網路上 捍衛台灣的良善價值 陳如同 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今天 速還真 進到了2.0百 2.0百 是我們走出家裡面 來到街上 我們來到凱道 我們用我們的拉喊 用我們的集會 要求真相 對不對 各位 今天的集會 只是剛開始第一步而已 我們未來 我們繼續在凱道上 為我們台灣的良善價值 為社會的真相 為我們的國家安全 我們繼續再走出來 好不好 好 各位在場的朋友 大家好 好 我很少參加這樣的一個集會 可是呢 其實我覺得呢 我應該要站出來了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 我在台大念了15年的書 從學士一直到博士 其中 念了8年 然後 我曾經在淡江大學 教了15年的書 最後呢 轉到台灣師範大學 也教了15年的書 總共教了30年 今年2月的時候 剛剛退休 那呢 有關於這個 我自己本身 讀這個 讀書的經驗 尤其是讀博士 我讀了8年 算是非常的艱苦的 所以呢 我以自己本身 讀博士的這個過程 我呢 再去觀察一下 有關於 蔡英文總統 在這個論文門上的爭議 那呢我覺得 大概呢 我只有四個字可以去形容它 叫做 不盡人情 不盡人情 什麼叫做不盡人情呢 首先 我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獲得博士那一年 我是非常非常的興奮的 那呢 我的論文 雖然呢 沒有像這一個 蔡英文所說的 他呢 可以拿到1.5個博士 這麼多 可是呢我只拿到一個 可是呢 這一個 我已經非常非常的珍惜了 我的書 我的論文 那呢 也呢 趕緊的去把它給印出來 然後呢 整個的這一個考試的程序 其實呢 是非常非常嚴謹的 那呢 我們必須在規定的時間裡面 提出我們的論文 然後呢 交由口試委員做出審 出審之後 最後呢做決審 每一個口試委員都必須要據名 而且呢 所問的問題都非常的堅碎 而且呢 也會針對論文 提出很多的修正以及批評 那呢 僥倖通過了 那呢 當然就是呢 可以拿到博士學位 可是呢 他一定會要求 我們做相應的修改 所有的這一個委員都會簽字 我們呢 在修改完畢之後 也必須要印非常多的這一個 這個的博士論文 交給圖書館 交給系裡面 大約呢 要叫七本 這是一個 基本上的一個程序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例外於這樣一個程序 所以呢 在這一點上 我是認為說 這個論文 它一定會存在 它不可能說 同時呢 在三個不同的圖書館 居然都遺失了 巧合 是小說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可是呢 巧合太多 這樣的一個小說 恐怕呢 就會讓讀者覺得太不可思議 因而對他沒有任何的信心 同樣的 在現實世界裡面 你們相信有這麼多的巧合嗎 不相信 對 所以呢 就在這點上面 我就給他一個論斷 叫做 不盡人情 拿到畢業真書之後 我會把這一個 畢業真書 雖然不會誇張到說 把它給表框起來 可是呢 也一定正常的 好好的 因為呢 這是隨時可以拿來證明的東西 我呢 這個呢 不可能 輕易的遺失 即便遺失了也不可能遺失兩遍 這是呢 我一輩子努力來的成果 這個成果 不單單是呢 我自己本身正來的 也是呢 那我的師長被法所肯定所期望的 我覺得 我呢 把它增長起來 是對他們 也是對我自己的這一個尊重 那呢 我真的是不相信說 在整個拿到畢業證書之後 要離開校門之前 我沒有任何一個朋友跟我合照 我連那畢業證 畢業照我也不照 同時呢 連畢業證書也都不見 這個基本上面 也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 這個呢 就是呢 第二點 那呢 第三點不合情理的 那呢 同樣的 我也可以 以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來去跟大家說 至少呢 也有呢 幾十本書 曾經引述過我的論文裡面的內容 好了 那呢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為止 這麼優秀的一本 號稱有1.5個博士的 這樣論文 卻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舉證說 哪本書曾經引賴他的這個論文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學術常規來說 這三個不盡情理的地方 就是呢 非常有蹊蹺的 宋朝的這個大文學家 蘇巡 也就是 也就是蘇東坡的父親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變監論 他裡面有一句話 我是非常認同的 他說 凡事之不盡人情者 顯不為大監督 也就是說呢 凡事呢 有很多事情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不是呢 合情合理的 那麼呢 其中一定 會有很多見不得人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換現在的話來說 就是呢 其中必有貓膩 那呢 也正是因為這樣子 我認為 蔡英文的這個博士論文 以及他的學位 基本上面 我從學術的角度出發 那呢 我以維護學術的尊源 學術的神聖性 所以呢 我今天 我願意 站出來 其實不能夠說站出來 應該是做出來 張亞中總校長 來跟彭教授來連線 熱烈的掌聲 我們歡迎這一段跨海岳陽連線 來 各位請跟我謝謝彭文正教授 我說彭文正教授 你們就說謝謝你好不好 好 彭文正教授 謝謝你 講幾句話 好嗎 好 時間交給彭教授 張亞中校長 還有全台灣愛好公平正義的朋友們 大家好 好 開達後 開達平衡 大家好 中華民國史上 第一個被 現任元首 四軍統帥 告的 被告 我是 中華民國史上 第一個因為 誹謗 被偷棄的 偷棄犯 就是我啊 我是黃文正 龐文正 龐文正 裴文正 大家好 好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各位看背後就知道 有廁所的瓷磚 我在白宮草坪旁邊廁所裡 跟大家連線 今天 非常遺憾 沒有辦法到現場 我也非常感謝 現場 在斜風細雨 當中 還能夠聚集 這麼多熱心的朋友 沒有政黨奧援 沒有財團 我們連個像樣的場地影響 都沒有 但是 我們有著滿滿的正義 有著無比的熱情 大家說 對不對 對 對 我相信 各黨的主席 包括蔡英倫主席 朱立倫主席 柯文哲主席 邱顯智主席 他們現在應該也躲在棉面裡看 所以 他們應該跟我們都一樣 一起經歷這一場 公平正義的 敘詩大會 今天呢 很抱歉 我按照法院的說法 我正在藏匿逃亡當中 所以沒有辦法跟大家共襄盛舉 不過 國父孫中山先生 也曾經被清朝的朝廷通緝過 他也當過通緝犯 而且 武昌起義的時候 他也不在場 我們今天穿的這一套衣服 這算是第一代 那我們只希望這個社會 台灣呈現出來的社會是真善美 如果沒有真 就不會有真的善 也不會有真的美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次 穿著這一套衣服 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希望假的東西在台灣不要存在 讓我們可以好好的教育下一代 好 謝謝 我會參與這個社會活動 是因為我的孩子 我覺得如果 讀書沒有辦法明辨是非 然後不知道尊重父母 尊重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原來都是假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恥的行為 所以我認為教育的根本 就是要把孩子教好 讓這個社會可以看到希望跟未來 希望中華民國越來越強盛 我的目的我是想要了解 有多少人關心這樣一件事情 看看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真的不分藍綠 大家只關心事情的真相 因為這個事情真相非常的清楚 我希望能夠把這個真相 讓大家都接受 讓這個社會有公平正義 這才是一個有希望的社會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個現場 是要了解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議題是非常重要 就是求真這個議題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現在 現在台灣的情況 非常的我覺得非常嚴重 就是真假是非都不分 所以我是非常支持這個活動 然後願意來 而且我也經常聽那個彭P的節目 不過我今天來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在活動帶動上的話 可能還需要一些技巧 就是可能需要有一些幫助 因為我覺得群眾的氣氛還有情緒 是需要被帶動的 那我今天的感覺是比較像 群眾來是在看上面的人表演 可是群眾其實想要參與 我們的情緒沒有地方發洩 就像彭P講的 其實大家都在一個很 很滿的情緒需要發洩 可是就是需要活動去帶動大家 把情緒一起發洩出來 把那個能量集中在一起 然後我覺得今天的話是 可以在這個方面再多一點的加強 孫中山11次起義啊 有9次不在場 有2次在場 我今天問這個問題呢 就是要為自己解套 因為不在場規定不能做事 所以我今天跨海連線跟大家一起打氣 我很希望下一次聚會 我能夠跟大家一起在現場 好 現場呢大概有500位朋友們 500位一點都不少 各位知道 我們的椅子就是500位 那很多站的已經超過了椅子 今天大概現在 我估計的慣最少是2000多位 有 我這樣看過去因為是平面的 2000多位 也不嫌少也不嫌多 1894年 新中會成立的時候 只有24個人 所以我們已經是100倍了 大家鼓鼓掌好嗎 好 我剛剛我的秘書又糾正我一下 因為我們的椅子只有到前面的三分之一 可是後面的三分之二 再加上左邊右邊 我估計跟彭教授一起分享 應該有個大概5000位左右了 謝謝 5000位 總之啊 比新中會成立的24個人 多了至少幾百倍 當年新中會的口號是 驅逐大陸恢復中華 今天我們的口號是 驅逐騙子恢復公益 現在呢 我非常感謝 我要感謝張亞中校長 他一個人出錢出力 在這麼倉促的時間下 能夠仇辦這個活動 一肩扛起責任 讓我可以偷懶 我非常感謝我們台大的教授 我們的前輩林寶淳教授 願意站出來 謝謝國防管理學院的前副校長 楊成亮博士 一直是我們的論文門的核心 我們要謝謝劉派愛老師 要謝謝 特別謝謝昨天我才特別請人拜託 聯絡上的媒體稱為萬華激動姐 但是我要稱它為正義姐的 一位好朋友 我特別謝謝我的老朋友 也是我的學長施政鋒教授 還要謝謝台灣最勇敢最公益的律師 也是我們論文門的夥伴 張靖律師 謝謝大家的好朋友四十哥 要謝謝我們的前輩 也是我們的政府官員當中 前朝的官員當中 少有敢言直言的政府官員 楊智良教授 要謝謝我們論文門的另外一個核心的律師 李振華律師 沒有你們今天站出來 我想今天在場的幾千位的朋友們 都會非常失望 會找不到奮鬥下去的動力 所以謝謝你跟我們一起參與 接下來 我們來喊個口號好嗎 好 好 打倒詐騙總統 還給台灣公益 打倒詐騙總統 還給台灣公益 趕快下台坐牢 打倒詐騙總統 還給台灣公益 打倒詐騙總統 打倒詐騙總統 好 再來就是用客家話跟大家講 天啊 哈腿 跟哈腿 哈腿就是下台 很好 我剛才呢 彷彿聽到孫中山在跟我說話 他說 同志都不努力 革命如何成功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這翻譯翻得不好啊 孫中山跟我說的是 同志都不努力 革命不可成功啊 特別是我要問那些中間選民啊 國民黨員啊 民眾黨員啊 時代力量作為反對黨的 你們都不努力 革命要怎麼成功啊 好的 最後啊 我跟大家互相齊勉 這個論文門啊 題目不一樣 錯字五百個 教授死掉了 同學沒半個 告完人落跑 出庭全沒到 封存三十年 見校轉生器 乾脆發通氣 論文藏起來 看你逃哪去 我找你到監獄 所以 在海盜鏡頭的那個片子 蔡英文 還有他的同僚 包括司法官 黃偉 邢泰昭 我 劉誠武 林邦良 黃國忠 姚念慈 張詠惠 一輛開往台北開搜索的球車等著你們 要上車 要快 等我們在台灣的一個 就是你們坐牢的那一天 接下來 我要跟大家共勉 我們不要只是一次在開道聚會 一個月一次 一週一次 一天一次 買一鍋造飯 大家無信公益換不回 永遠不放棄 大家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彭P 謝謝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楊成亮 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真博士 所以 要來講我們蔡總統的論文 我留學英國應該算夠資格吧 沒有 夠資格 賈博士告真博士 真博士被通緝 賈博士沒事 這合乎公 合乎正義嗎 不合乎 不合乎正義 所以很明顯 蔡總統的假論文 假學位 是不符合公平正義 所以 現在我們來活動一下金谷 來呼一下口號 我說公平正義 各位就說不分難力 好不好 好 公平正義 不分難力 公平正義 不分難力 謝謝 陸文們 從2019年 開始引起大家的注意到現在 真相慢慢的浮現 我們要感謝 三位教授 林環牆 賀德芬 彭文正教授 還有 張靖 李正華 兩位律師 還有 呃 許永泰博士 另外我們 張亞中校長 另外 還有美國的 獨立觀察記者 Michael Richardson 等等等等 因為有這些人的 不斷追查 追根究底 但是 但是更重要的 是因為有各位 不離不去 一路相停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們今天 就在正道凱道這邊來 一起集氣 為 這個彭文正 加油 打氣 好不好 好 蘇環牆是 什麼人 他是 他第一男主角 這個人 有的是 看神 看神 我剛剛說啊 蘇環生是什麼人啊 他是 霹靂布袋系的 第一男主角 同時呢 他又是 聖人 又是 神仙 更是 德行高超 鐵口 時段的 先知 蘇環生啊 這位先知 昨天晚上 他拖夢給我 他說啊 我告訴你 楊博士 蔡英文的 博士 學位 是 真的 才怪 所以先知都已經這麼說了啊 蔡總統的博士學位一定是假的 另外呢 我從我個人 留學英國的經驗 以及我個人的讀到研究 我也來證明 蔡總統的博士學位是假的 現在 我來說給各位聽聽 在英國 公讀博士學位 公讀博士學位 不修課的 師徒是 不修課的 師徒是 師父帶徒弟 那麼 師徒是 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 師生關係密切 第二個特色 指導教授 跟學生的專長 要一致 第三個特色 是指導教授 不能當口試委員 那我們看看 蔡總統 她 如果各位 我想網路上也很多 也看到過 她曾經說 系主任 她的指導教授 跟系主任抱怨 說 她老是找不到她人 也不知道她在寫些什麼 然後系主任呢 還幫她更換一個指導教授 其實 這個 在英國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我剛剛講了 師徒是 師生關係是非常密切 非常好 蔡總統 連怎麼當博士生都不會 跟指導教授關係搞得這麼不好 你說 她會得到博士學位嗎 不會 是不可能 那指導教授 不能當口試委員 結果她說她的指導教授 是口試委員 另外 必須要有一位校外的 一位校外的 那麼這些都是我經歷過的 但是 蔡總統沒有經歷過 所以 所以 有人抗議了 呃 這個彼此尊重 當然 有點垃圾都不如 不值得尊重 不值得尊重 OK 好 輸應觀眾 蔡英文 對 蔡英文 對 OK 好 就跟著大家學就對了 快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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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可見 她都沒有經歷過 所以 她講出來的 當然就是 不符合英國 學校的規矩 所以從 從這一點 這一點 我們也可知道 她根本沒有經過口試 所以她的博士學位是假的 對不對 對 我們跟原地做一下好不好 謝謝第三個 謝謝 蔡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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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論文啊 連基本門檻 都不符合 我們曉得 一本論文啊 規規矩矩的格式 是 變成博士論文的一個基本門檻 但是她的格式 可說是 亂七八糟 台下有人講 亂七八糟 確實 那當然這方面的論述很多 我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她連 目錄 目錄 在論文首頁 目錄這個標題的 英文都拼錯 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 那麼 我 只舉八個 她格式的錯誤 那時間關係 我是不一個一個講 我剛剛只舉 那麼一個 我針對這個八個 錯誤的格式 我到 倫敦聖經學院 法律系的 博士論文那個網站 一本一本去看 有一百二十八本 我一百二十八本 我全部都看過 結果沒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格式 所以我敢很大膽篤定的講 蔡英文 她的這本 所謂的 博士論文 是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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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公平生意 是 不分難力 對不對 對 第三個結論 蔡英文應該 下台 下台 對不對 對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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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聽說不聽著 聽說不聽的 你來介紹一下 好不好 對啊 你還可以這樣 聽你練 斷上 哇 她多受歡迎 我最近才認識她 肯心了 好 來 歡迎季東節 來 對 你們早上歡迎季東節 ショー 好 聖誕的 我今天穿的後空 不像聖誕婆婆 你們大家 downward 我穿黑 你有承操嗎?有喔! 有盆栽嗎?有喔! 哈哈哈哈 我說這當中不用台積過話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我也不是什麼博士 但是我知道什麼 真相,我只要真相 跟精力而已,你那意思嗎? 其實以前我本來沒有盆栽 他也知道我比較紅,比較爛 我基本盆栽是七拼 所以我連電視台都沒有在看 為什麼我去挑戰就噴嚏 因為他就是追求真相,就是為了論文 噴嚏就是為了論文 結果來,對論文,對到拆文到對 哈哈哈哈 對到變外國去啦! 又要偷錢啦! 你聽我看看,隔音嗎? 夭壽喔? 就要求政府,不要搖他了,對嗎? 對! 抗音啦! 無天啊! 自己不說不一樣的人 你就肥胎 就不要他,就貪錢 好? 這種才有天理嗎? 沒有! 不是! 差英文像我們伯母做洞洞到今 他在講話,都要什麼講? 獨搞機啦! 獨搞機啦! 他沒有獨搞機,他就不能搞飛機啦對不對? 對! 所以他要跟本文啦! 剛剛老師打掉了,所以沒辦法打口試 你跟老师两个说好好都没死 这种人最近都在上天下你 你看老师没死都在死 论文在哪里 都不清楚 彭P对他两年 不知道 还要危机 危机整个三十年 三十年才能解密 看这有抗 你又有抗 那跟金冠冬你听懂吗 诈骗集团你听懂吗 什么辣台妹我看他害台妹 我懂一样 抗云 台湾人的命都不是人 全座外座都是别人的错 是党独大 他说什么就算 你看看今天是新鲜纪念日 今天是圣诞节 那台湾人中华民国没在过圣诞节 是在过行献纪念日 你听懂吗 有 以前的民国就是 光复以后我们这天才立宪 宪法 宪法 所以叫做行献纪念日 他知道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希望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才放假 这一天才放假 休息一下 你又知道我几天了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蔡英文现在是严重 我说 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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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总统 做到 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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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點啦 就讓它兩頭清骨 吃人夠夠啦 對嗎 哭音啦 這麽哭 集黨的集團說的都是台灣人 我們大家不想像是不愛國家 大家也愛國家 不然吃飽收音 為什麼要在大方路站在這裡 都是為了後一台點了 再站出來混打點了 對 所以這麽集黨的集團我告訴你很簡單的事情 大家手機拿起來 拿起來 手機拿出來 手機拿起來 拿起來 拿起來 手機拿起來 你們在偶自拍 自拍 跟分享 分享 我跟你說 你這支手機可以叫你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你聽 要把這個訊息發送到全世界去 不要吝嗇 只要跟我們講的話 是真理 真相 真理 有道理 我們要不要分享 按讚 分享 和大家了解 我們才對得起 後代子孫 對不對 對 所以 勇敢不台灣人 勇敢不台灣人 要挑戰 對不對 對 要蔡英文台 對不對 對 給你講 集黨節 給我來這裡 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叫你們跟集黨也一樣 要學網路 要學網路 回去要多多學習網路 怎麼分享 怎麼按讚 怎麼拍 不管你拍起來好不好看 至少你曾經參與過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人生就這麼一次 對嗎 對 所以這棟節現在是很重要的任務 你以為這個 你當一個高雄 用一萬多久 要拜這個林昌庄 這個林審廟 這個善廟善廟的孩子 到現在還沒有任職 還跟蔡英文做一隻抗門狗 你看 蔡英文 都為了他們 都為了五大志士 連蘇智嬌也去站台 你有夠苦嗎 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的國庫 就是變移民進黨的黨庫 你看這四大風頭 什麼花五千八百萬 我才騙事騙跪了 大家都有空車 大家都吃便當 董姐一說 在綜藏機的路車 他說 小姐你要不要便當 警察說 小姐你跟我便當便當 你便當便當 沒有便當便當 我告訴我便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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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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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我們這家吃的 鼓勵之財 也要浪費三個月 我告訴你 浪費三個月 浪費三個月 我告訴你 神經病 我告訴你 你告訴你 你給居秀節拜託一個 中性慢帶苦 林常佐 霸林常佐 醫院9號 一定要有機動錢拜託 要出來 大便 霸常佐 夠健康 夠健康 霸常佐 夠健康 我們台灣民眾對這個蔡英文、賈伯斯的這個議題還不夠投入 我們的民眾關注的太少 然後當然我們的在野黨投入的也太少 那像今天國民黨跟一些民眾黨其他的在野黨 他們並沒有動員很多的人站出來來參與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很不盡力的一個表現 那我覺得他們不能就這樣子讓民眾自主的來參與這個活動 之後就來割韭菜 那我覺得這個議題必須要人民跟在野黨一起來努力 來探討這個蔡英文、賈伯斯的這個問題 然後找出真相 然後讓賈伯斯能夠下台 謝謝 我覺得這個活動是必須要參加的 因為它是代表一個公平、正義還有真相的一個不容我、虎的一個空間 那我覺得台灣社會需要有這種真的聲音 一個需要遵守的一個原則 我們需要去持守、需要去維護 所以也是感謝就是教授、董教授還有我們這個活動的舉辦、張亞中教授 這樣子是站出來為台灣、為我們的國家要發這個正義的聲音 謝謝 今天來參加這場術環政治場活動 其實就是要讓大家喚醒一個公民的意思 其實這場活動是不分藍綠 它只是追求一個公平正義的一個目標 那相信在場的這些夥伴跟同伴們 他們的訴求也是很單純 就是去追求公平正義而已 那這場活動其實主要是在對蔡英文總統部分 那既然她在之前沒有取得這個博士論文的部分 那相信其實我覺得做人真是一個誠實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事情 既然沒有的話 那就是跟大眾公開說明清楚 不要再一直再掩飾下去 這是我今天來參加這場活動的一個目的 謝謝大家 我大概不能講很高深的理論 但是因為我跟內人在美國念過碩士跟博士 所以有那樣的過程 只不過是覺得好奇怪 怎麼會沒有論文 然後總統我拿出來的那個所謂的原件 怎麼會改那麼多 而且怎麼會那個顏色是那樣 好像經過幾十年 因為我有回來三十年左右 我的原件都還在啊 這很奇怪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它的過程 當然英國的拿博士的過程 稍微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師徒制 也就是說他們沒有修課 沒有資格考試 但是那個寫論文應該大致上 大同小異啊 OK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不講它的博士論文的內容是怎麼樣 但是至少我們在考過這個考試 就是開始寫論文以後 那經過這個考試的時候呢 大概會有一個過程 比如說呢 呃 除了說寫作過程跟幾個口尾 要密切的聯繫以外呢 還包括到最後口試的時候 老師要不要幫你簽名 口尾要不要幫你簽名 那如果需要改的時候呢 還有好幾個情況 比如說我先簽名簽好了 然後就交給指導老師就好 有些可能老師會覺得說 你需要大動 大動 就是要大改呢 他可能說那你再拿給我 我再來簽給你看看 OK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他口尾以外呢 通常學校還會派一個人來 擔心這些口尾跟指導老師沆瀉一氣 賣學位 那像比如說我博士的時候口試呢 學校還派了一個哲學系的老師 問了一個科學哲學的東西 其實我碩士在Iowa念的時候呢 學校也派了一個來 那個是副校長 他只問我說 你覺得我們美國對你好不好 我說不錯啊 OK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那個簽名就是 他有兩張簽名 一張是那個行政的 一張是在你的論文上面的 好 那考完以後 改完以後呢 接著就是老師都簽完名以後呢 那我們通常就會開始去印 OK 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通常跑出來的原稿 那個修過了以後呢 先講說 一定是乾乾淨淨的 那你們看看總統府拿出來的 怎麼上面加了那麼多的住民 而且有一些有切齊 有些沒有切齊 真是好奇怪啊 那總統府發言人說 有設定就有切齊 沒有設定就沒有切齊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通常是全選 然後就切齊 不是就好了嗎 更何況這裡應該有在說謊 因為他年紀大了我幾年 我記得我差不多要畢業的時候 才有買個人電腦 那也就是說你通常切的時候呢 有設定 絕對會是切齊的 沒有那個樣子啦 OK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好紙出來的 你知道 這就是放在我的書教那邊 一輩子要靠這個 我今天沒有拿畢業證書來啦 OK 好的 這個是老師的簽名 知道老師的簽名 好 接著另外一張 我是拿了我太太的一張 這個是到 密西根大學的那封信 好 就是要拿給他一份 以後大家都是根據那個 他可以用膠卷 然後幫你復印出來的 好 OK 接著是金莊本 我爸爸一份 我自己一份 OK 這個紙一定是最好的 證券紙的 怎麼會 怎麼會說 看起來是 哩哩啦啦 好像是已經泡到水的那個樣子呢 好像一百年呢 太不過大我三五歲而已啊 所以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 來 我接著再講說 那到底三等式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如何進入政大的 OK 他如何去 我們的理解的話是 他剛開始去的時候 政大沒有缺 我們在猜想 那那個缺是系主任應該去校長 校長跟這個教育部長拿的 叫做擴大延難 也就是說他剛回來的時候 應該不是循正常的管道 是所謂的海外學人回來的 所以他從學位等等這些東西 經過兩年以後 我們不知道 就怎麼呼嚨的 就沒有交代 所以 教育部是幫兇 教育部是幫兇 為什麼要封存三十年 這有什麼國家機密可言嗎 他的升等 又有什麼國家機密可言嗎 另外一個幫兇是那個 翻過去的那個地方的國家圖書館 我們的國家圖書館 典藏的是所有在台灣出版的書籍 跟碩博士論文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不是在台灣拿的啊 為什麼要典藏他的論文 這是言耳道靈 那我們去問一下 馬總統跟李總統的博士論文在美國拿了 那邊有沒有點堂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應該是沒有才對 這太奇怪了 好 我現在做一個令我擔心的是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東歐共產國家下台 就是共產垮台以後呢 其實他們的政府呢 相當的擔心 因為這些國家在垮台之前呢 所有的國家的機密 都送一份到莫斯科去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這些共產政權在垮台之前呢 很多有一些是 他們已經在藏身在社會運動 政治改革運動的 後來他們也翻身了以後呢 變成他們變成正義之士 然後也就是社會的有良心的人就出來的 但是重要關頭的時候呢 你不曉得這些領導者會不會被俄羅斯控制 所以他們在想到說到底誰過去做的那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禁就想起說 這四年來在川普四年來 我們買了十一次的軍購 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吃萊豬 這是很奇怪的 所以呢 已經變成一個國家安全很大很大的一個威脅 也就是說 因為你的國事協位 我們知道安德薩森是五眼的 美奧紐加英國是五眼聯盟的 他們是互通有無的 這個東西是不是掌握在美國的手裡呢 那我們的政府已經變成一個傀儡政權呢 這是我一定有擔心的 我認為說 選總統有什麼了不起 選總統不用報復也不是 修學畢業的那些電影也不是 你無台無錢 搭到工庫坐過 就問題不起來 整個其實相當的丟臉 我只能這樣講 但是這個相當的丟臉裡面 背後有太多的共犯結構 我們國家正常化 我們要往前走 好嗎 然後呢 沒有 那我就會跟大家先講到這裡 好嗎 謝謝 那非常的感謝彭文正 賀德文老師等等 這麼多的大學教授 他們團結在一起 然後一一的抽絲剝繭 我小時候看過那個亞森羅平啊 那個什麼大道那個什麼亞森羅平 跟什麼那個 真漢的那個小說 我真的發現 彭文正他們 比那個偵探還厲害 能夠把這個國家介入 要來保護特定人 把他的論文藏起來這麼久 好 我們要一一抽絲剝繭 把他找出到底問題在哪裡 我真的覺得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要拜託我們在場 所有的好朋友們 把你們的手拿出來 我們熱情掌聲鼓勵一下 好不好 給彭文正 還有對這件事情 所投入的老師們 他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花了這麼多的錢 感謝 當然這個掌聲也是要給我們 鄭亞中校長 因為他能夠接棒 我們持續的追蹤 要把這事情把它追蹤出來 我真的覺得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的掌聲 希望彭文正 彭老師在美國也可以聽得到 大家給你這麼多熱情的掌聲 說實話 大家掌聲那麼久 我是很感動的 我知道這不是給我的掌聲 可是我知道 平常我們講說 請大家給個掌聲 大家就拍個幾下就結束了 可是剛剛大家拍這麼久 我真的感覺到大家的一個熱情 大家需要真理 需要公正的那個急切的心 所以我們在這邊 也要感謝今天 張亞中校長 他辦這個束環針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我們小時候看過 故帶戲 我就是在想說 張校長今天用束環針 這個梗 我覺得真的很有道理 因為我覺得在整個論文門事件當中 有太多的布袋戲 有太多的玩偶被人家給操弄著 就為了把他這個論文門給合理化 所以真的要拜託大家 我們的熱情一定不能夠散 我們如果散了之後 就會讓真正在操作這事情 他們覺得得逞了 他覺得台灣的老百姓太濃了 他只要撐一下之後 感覺皮厚厚的 撐個一個月兩個月 一年兩年三年 事情過去就沒有了 所以在這邊拜託大家 我們務必堅持到 彭文正回來台灣 然後一起跟著我們 好多好多的老師學者專家 把這一件 國際都在關注的論文門事件 讓他能夠真正真相大白 好不好 好 拜託大家 我們一起努力 絕對不能夠因為彭文正老師 他因為很多政治的力量 應對司法的力量 他現在不能夠回來台灣 我們就散掉 不會 感謝大家 不會 感謝大家 我們一起努力 今天各位站出來 也是因為非常欣賞 非常佩服我們彭文正教授 所長主任 彭P 他堅持著 他以他新聞媒體 記者跟學者的立場 去發現到 蔡英文的論文是有問題的 然後他把他去 爆出來之後 繼續去追蹤這個事情 沒想到因此受到打壓 所以他才願意站出來說 繼續去追這個事情 好 那說實在的 那我做一個律師 他諮詢我要不要幫他 打這個仗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我當然願意幫你忙 沒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有發了到你的節目 我有看到 童文勳律師的節目 童文成的節目 那時候歐童敬老師的節目 我都有看到 我就發現說 這個論文一定是假的 對不對 對 我這個律師 我一審查就發現說 這個論文一定是假的 所以我當然 很敢接你案件啊 我當然義務頑固要幫你忙 結果現在 他在幫我忙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彭P答應要做司法改革 司法要改革 加油 是 而我在五年前 就投入司法改革 為什麼 因為我被蔡英文感動啊 我之前是英明 他說要做司法改革 在總統府當選的時候 在發表 司法改革的說詞的時候 所有的民眾 聽眾 掌聲最大就是司法改革的掌聲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投入司法改革了 結果 三年後我發現說 這是假的 這騙人啊 又是假的 又是假的 然後你就發現說 原來這個人 從以前就開始說謊做假 到現在都是這樣子 是真真實實的雙標啦 前面說的跟後面可以不一樣 完全可以一時之間為了選票 為了選舉 來改變自己的立場跟理念的人 就是因為今天這種情況下 所以我就答應彭P做 我那時候剛才講說 你這個案件一定在上法院之後呢 會有政治力干預 那政治力干預司法 就是我們投入司法改革 最痛恨的事 對不對 對 今天 如果我們的案件已經上了法院了 各位 我們也沒有遭遇到政治壓力的干擾 有沒有 有 大家有看節目都知道 那我作為律師 我一定要有證據啊 我一定要有事實基礎 才能夠講這種話說 上面 已經上級 司法上級 甚至政治力 已經干預到我們 成省的審判的法官 市政非常明確 所以今天 等於彭P 藉由追入我們的案件 在幫我們做司法改革 今天彭P變成我的貴人啊 所以 我必須非常感動 也非常感謝各位 能夠站出來 繼續支持彭P 因為彭P現在 跟我們一樣 已經站在統一陣線 案子上了法院之後 你就不能不面對 承辦法官 受到上級干涉 送到政治壓力壓迫的那種 不得不可能去 屈服 最少他必須要去避獲 那 品性比較差的 能力比較弱 抵抗力比較弱了 他就去趨力了 他就符合那個上級壓的要求 然後去升官發財去了 張委會法官呢 當初判我們敗訴的時候呢 他是沒有開庭的 他竟然發布新聞稿 結果新聞稿給記者的時間 比台北地方法院正式發布的新聞稿時間還早 他洩漏了機密 洩漏手上的機密 他在新聞稿政治發布之前 他已經交給整個 發布去出去了 那這個證據已經我們 我們台北地方法院開庭有調查清楚了 也確認過了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 除了這兩樣證據之外 我們手上還有 三四樣的證據 很具體的 直接的 包括間接證據 我們可以來跟證明跟各位報告說 當農務門案件上了法院之後 他就變成政治力干涉案件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需要在座 在場的各位 你們繼續聲援我們 繼續支持我們 加油農務門 好不好 加油 謝謝 因為上了法院之後呢 我們要對抗的不是只有恐龍法官 而且是恐龍法官背後那個暴龍法官 那個看不見的陰魂在 是的 詐騙集團在後面操控的力量 所以我們上了法院之後呢 我們就更需要做司法改革 所以農務門這個司法改革列車 從今天開始要啟動 要各位幫忙添油加速好不好 好 加油 各位站出來 幫我們做司法改革 就農務門 就每一個被司法迫害的 受害人命好不好 好 謝謝 請大家 請幾個禮拜 我們看 最近幾個禮拜 說到今天 好 沒問題 我們可以看 我們來一張